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日本頻道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大家看最新一集的《上攬2》 是不是2? 暫時叫做1字 暫時叫做1字 但只有2人 今天只有2人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Calvin,我旁邊的是Barry 我們上集本來想說Paul Jorges去胡仁 說到胡仁不可 好像嫁給胡仁 但錄完那集晚上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就是Paul Jorges去了雷亭 換了奧拉迪普和去年的新秀 今年2年生,沙波尼斯 如果有看90年代籃球 就是那個沙波尼斯的兒子 換了這兩個人 好像看上去人的反應比較大 因為特別流馬的粉絲可能有點失望 因為之前一直傳著Paul Jorges 應該換到更加好的 即是他跟蔡爾特仁一邊談 可能是狀元籤再加 再加Crowler或Smart這些球員 結果現在好像稍微低了行程少少 只剩下兩個球員 其實我沒有想過OKC 可以用兩個表現 不是相當好的球員 可以交易到Paul Jorges 不過我覺得OKC 這個代價都不是太大 反正我覺得OKC想借Paul Jorges的內線能力 和Westbrook一起嘗試衝擊西岸 其實你說回流馬的損失 其實都頗大 因為流馬要面臨重建的情況下 再失去了一個重心的球員 其實他現在手頭上沒有籌碼 再去談一些大的球員 確實沒有 老實說 你現在想跟蔡爾特仁 可以有什麼把炮 想跟他談些球員 我又想不到 所以流馬現在沒有Paul Jorges 他的重建之路 我想最慘是 今季都不知道怎樣玩下去 其實如果站在流馬的角度 Paul Jorges一早就說要離開 我想上年季中的時候 都開始有些風聲 結果去到這個時間點 我就覺得自己覺得 就真的有點差 當然我們不知道其他球隊 給他一個offer 正確是什麼 但我相信傳到 那麼正確是那些球員的時候 其實都相對八九成中 但他都連撞完籤都不要 結果只剩下 奧拉迪普 其實他一直在 無論是魔術、雷萍的表現 都是一般般 而且他現在簽了大約 接下來應該還有四年半 是走二千一萬萬 又是一份毒藥 又不可以說很毒 但以他這一刻的表現 就對不太對得住 奧拉迪普基本上 我沒有記錯 他在魔術的時候 彈花一燃 是帶到魔術 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彈花一燃 其實大家認識他 老實說都是入競賽 主要是沒有其他很強勁的對手 就是一屆拿分 還有那種對決之前 都未是Champ 所以其實他都 在場上的表現都不算特別好 所以他現在換這兩個球員回來 就算是幾時 但是站在雷亭的角度 有些球迷都覺得一般般 因為怕Paul George不續約 最主要就是 好像叫做借用了他一季 如果他下季真的離隊了 大家傳到很幸福胡仁 的時候好像沒有兩個球員 要一個一季的球員回來 但是大家再仔細看 其實奧拉迪普和韋斯布陸 真的很不配合 他在場上 奧拉迪普好像的角色 只是找韋斯布陸傳播 去到後期 尤其是季後賽 你看到他的表現 簡直是和一個很普通的球員 完全沒有分別 其實OKC的表現上 上季我覺得 因爲威斯布陸的量力表現 變成一對球 好像圍繞了他來打 情況有點像高比拉斯一年 好像美國場會賽 變成奧拉迪普 既然他在魔術的時候 表現不太好 但也表現到他有些領導特色 但他過了去OKC之後 其實他基本上連自己的特色都沒有 變成像我們唱歌唱和音一樣 一些自己的特色都沒有 正如你所說 只會找Rasbook傳播 問題是連自己的射術和橙籃都沒有 他本身不是一個特別強的射術和橙籃 他通常都是賣體能 橙籃 但他一直都找不到他和威斯布陸 如何合 威斯布陸橙了第一下 理論上他可以做第二個切入的破壞者 但他整個季都打不到 所以我自己覺得 用他來 有機會清除一張很毒的合約 就算再過多少季 威斯布陸和奧拉迪普都不會合 所以有這個機會 交換一個All-Star級數的球員 你還要用兩個不是All-Star級數的球員 去交換一個回來 我覺得現階段是挺值得的 甚至乎如果大家很擔心他不做約 假設他真的不做約 也不是真的賤得那麼厲害 大家看回雷霆隊再下一季的薪酬 Paul George會約滿 簡達也有機會可以跳出合約 而他應該是在鬥一千多萬 以現在這個瘋狂的價格來說 其實他也是下賤的 所以他可以在下一季 看看合得不合得 如果他真的很不想做約 再找球員和奧拉迪普 我想看款款 他也是想坐在OKC一季去胡仁 適應一下西岸 對,適應一下西岸 反正西岸的競爭比多岸激烈 反過來,他現在流馬重建 你不是反過來想 拿了奧拉迪普回來 看看奧拉迪普 可否在流馬重建時 重建他的風格回來 可能有些欺騙自己的想法 我暫時都對流馬 大家不要抱負這麼大的問題 他們也禁止了Monte Ellis 這個球員可能有些充冠球隊 都會有些興趣 他做這個反凳得分手 我相信第六、第七人 我相信都OK 他基本上我覺得 Monte Ellis在勇士之後 去到攻六 不知為何突然跌得很厲害 他到時候好一點 找到屎用說明書 基本上我覺得他好像變了四不像 因為他勇士跟Steph Curry 做一個後場的得分手組合之後 他突顯射術表現出來是很亮麗的 我沒有記錯他好像也試過 一場都拿三、四十分 明顯是很明顯 但到攻六時 他跟體系有格格不入 加上他不知是否有些心病問題 又是沒有了自己的風格 現在不知去哪隊 他應該未確認去哪隊 未確認去哪隊 看看他會否去一些下游的球隊 再看看有沒有什麼表現 例如網隊、黃鋒 因為黃鋒一點 簽了Dewight Howwood 我想都需要一個比較傳統的球員 去幫助他 Hawwood這麼體力型的打法 基本上死得 我都開始想不到應該用什麼打法 硬橋硬碼 硬包 我想不到 講一下另外一個 大家都開始有關心 希和特 去了蔡爾特 暫時未知道蔡爾特 用什麼籌碼去換他 即是一起初 就說他是直接簽他 但現在好像有消息說 會看看 爵士隊都盡量 混合一些球員 譬如 其實希和特 去了之後 其實應該都沒有什麼位置 不如送給爵士 看看可不可以做個純水人情 因為希和特 和爵士的關係都好 看看可不可以 爵士都混合一些 現在真的被人刷骨了 George Hill也走了 希和特也沒有 英格斯那些 我不喜歡英格斯 但小市場的球會 始終吸引力是小的 但有些人都比較生氣 希和特走 但其實大家錯了一件事 爵士在上季 其實是有機會 用一個相對便宜的價錢 1400萬 就可以和希和特做約 但希和特叫1400萬 但球隊就好像是 想出1100至1200 結果大家就在價錢上 談不上 又是差一點 其實真的很少 你看回 如果希和特 今季甚至乎 上季的表現 絕對值得這個價錢 老實說 2000也值 你真是爵士 我自己覺得 在這些情況下 就是佛拉斯加上 佛拉斯 當你結好希和特 有差不多1400萬 也有這樣的表現 你便會想起 Paul Milsept的309000萬 就是完場的笑話 安逸快吐血 即是一個這樣的表現球員 唯獨當時 在武記賽上是著視的時候 對 算是有表現的時候 但到英隊的時候 表現已經是直線下滑 我覺得 不可以說很標籤 當然在這個新型 其實他都有一些技術 但是否可以拿3000萬 而且他一直都不是一個 大腦級的球員 他最多是一個 功能性強一點的 好一點的陸業球員 即是出色一點的陸業球員 一個技術型的工兵 但他是不是值這個價錢 當然 通常那些下游球隊 出手都是寬闊一點的 不然就沒有機會簽到人 所以 但是 是否有3000萬 我自己都覺得 有些蚊蚊 而且他都開始大 好像32歲 雖然那個年期 都不算很長 都是三年 但是 我自己就覺得 真的不太值 講開獨業 還有一個 Auto Porter Jr. 他好像拿近2400萬 2500萬 它是1.05億四年 是 是 這個網隊 又是下游球 網隊和帝王 都好像出了oversheet 要看看 巫師 混合不混合 但我相信 巫師混合的機會 都相對比較低 因為 巫師已經簽了 John Wall 和Freddie Bill 如果他再簽 Auto Porter 去三個 我猜 8千多 借9千 不是John Wall 好像說 想去第二道球 聽說他好像拒絕了 他約就續了 之前已經續了 所以 要動他 一定是trade 所以 暫時 我覺得John Wall 都不至於想走 但Auto Porter 值不值這個價碼 大家 當然Durain 降價 Durain 降價 Durain 降價 Du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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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價 Durain 為了 可以留住核心陣容 不死一切 勇士 還要再咬兩件 和卡斯比 兩個都可以射 又可以射 基本上 勇士七個八個都可以射球 不用打內線 還有Durain 近這一兩季 有些進步 可能年紀大了 初體無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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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多自己射球 或者 數字比較差 但其實近這兩季 自從和頓進來後 都開始有些進步 沒有些改善 所以 他去到勇士隊 我相信都幾能夠發揮 他投籃的優勢 所以 他做這個 都是板凳得分的球員 我相信都幾好 Caspie 或者 都有機會爆發 因為他都是一個 射信不錯的球員 只不過他一直都 沒有什麼特別的機會 也有傷 所以沒有信心 如果沒有心理包袱的情況下 可以讓他射一下射一下 其實我相信都可以有些幫助 再看再前一季 史比斯 其實他頭幾個月射三分 都是射得很差 但教練仍然繼續叫他 你不要緊 你有位置便射 但結果射到他真的得了 所以我相信 Caspie都有這個空間去做 只不過是看他的能力去不去到 OK 我想勇士 如果可以有些本錢 或者再有空間留在做Wild McGill 我想勇士都是下季 拿總管本的大業本來的 他就算 他不留 他原季的時候 都已經是大業本 那倒是 好啦 勇士暫時講到這裏 還有 可以講下一個 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其實都合理 一個就是盧比奧 那 他 去了最有事 其實他那個 其實他又 我又有一點可惜 因為其實 但又覺得 怎樣說呢 他作為一個傳統控衛 因為不懂得射球 在現在這個 喜歡在很講求射術的世界 其實他很吃虧 他比起CP3的分別 就是CP3 還有個人得分 還有個人得分 但是Rubio 他最差的時候 應該是13、14年 那段時間 他的罰球 三分 甚至Fail goal 都是不堪的 去到15、16年 即上季 即前季 或者再上季 就好些 但是 也不太符合到 現時的籃球比賽風格 所以 穆朗也是忍痛送他走 他著士 你覺得他的著士 有沒有用 我相信 著士 已經是整個NBA聯盟的風格 最適合他的隊 最慢 不能說最 但是 都是偏慢 偏傳統 的球隊 所以 其實他現在 現有在這裡的陣容 Angus Ronnie Hoop Golbert 其實相對都是比較傳統的球員 所以 Rubio 我相信 這一隊已經是 最適合他的球隊 即是在球風上 如果他這一隊 仍然 掩蓋不到他的缺點 我相信他真的要考慮一下 回歐洲 回西伯牙 其實他真的 技術層面 我覺得他不算太差 只不過 他不太對應到NBA的球風 看看他下季 他再是怎樣 我都 期待他可以有些好 有些回勇的跡象 NBA 最近還有什麼新聞 講到歐洲 歐洲 有個最佳 雄圍 蔡爾維 那個 泰道石 去了 快艇 聽說 很抽得 國際賽表現 挺好的 但 跟很多 歐洲球員 有相同的問題 是不是可以 這麼快 這麼短時間 適應到NBA的節奏 或者NBA的打法 我相信 發揮的空間一定有 因為現在 快艇都沒有了 康格 所以 比華利 嚴格來說 都不是一個 正規的康格 一個神功兵 所以 我相信 給他 表現的機會都有 看看 他自己 籃球智慧 我覺得他OK 看看 我想 還是 迪安帝組 最開心 起碼 有個識傳球的人 合不合得 即是問題 即是 CP3 做就是 D'Andre Jordan 現在看看 泰道石 可以不可以 不過 我想也要一兩季 一般 都是遲了兩年 都是一加一 所以 我覺得 快艇都值得試 好 NBA講到這裏 回到香港 上個星期 今個星期一開始 甲一路 對 很後載 先說Game 1 南華很輕鬆地 兩場都很輕鬆 我想 南華基本上 不可以輕鬆地這麼簡單 基本上是 平時做練習賽 先說一下比數 首先 南華第一 GAME 1 70-49 贏了福建 然後 永倫 87-74 贏了東方 剛才說的 南華基本上 沒有越念 遍地開花 質素高於你 那麼多 沒得說 基本上 福建 都是繼續靠 周家區 歐陽維江 去支撐大國 內何 無論是內外 都不加強 情況下 輸質素 沒得說 沒辦法 基本上都沒什麼 優勝劣敗 好 接著 永倫對東方 其實 這一場 我覺得 東方 都是貫徹自己的風格 就是打全場壓迫那種 但是 不知道是否 球員 有些路無病 就是戰術執行儀式 都不夠 很容易有些全失球 甚至是 球員 不以隊友傳的人 就是很容易失去空球拳 其實 GAME ONE 那場 東方 基本上 我可以說說 是輸自己的 當然 你可以說 永倫 他把握到東方的轉動 就造就了很多射門 泰拿 GAME ONE 基本上 GAME ONE 基本上是無限可擊的 何師福 基本上下半場的防守 亦都是無限可擊的 好像 NBA級數的防守 基本上 或者 proxim上是班尼斯 李奇 還是 counted 後裔的球子 上來都可以守得到 僅尚度 唯獨 GAME ONE 大占光了 玩到狼狸狼狀態 入到18分 所以 这个狀態可句 根本不存在 ngulo肩 同樣 hopes 本分突 unch aquilo 第fy Din 跟59 比賽 嚴格來說,不止13分 如果大家有看那一場 尤其是在第三節,一邊拉開 最多都接近20多分 我記得比數最誇張到70比46 成是24分 基本上,東方在GAME1之後 知道永倫的打法後 第二遊戲立即進行針對性部署 TALLA守得很緊 基本上TALLA 當然,我不知為何TALLA的狀態突然跌了 整半場是取不到10分 雙位數字的得分 我近年比較少 可能有一個原因 就是TALLA近一兩個狀態跌得很誇張 因為上季傷了一段時間 季後賽,上年季後賽一直傷 我不知道他現在有多少成 但看他在場上的表現 很明顯是不同了 可能亦有另一個原因 應該是原因之一 就是陣容老化得太重要 你數陣中,劉子健 周仁堅 兩個都是35歲以上 肥偉已經不年輕 TALLA也28年29歲 但還有我們後備的那群永倫球員 其實是上不到 不是很接到的 所以我預期到 在這場Game Two 會預期到永倫的青黃筆截問題 會越來越嚴重 相反,東方 不得了 劉子麗今場三分球進入了 嘩,基本上 基本上今場的設計打法 就像NBA的打法 就讓劉子健站在左右兩邊 然後球員拉過空位給他 一射就三分 基本上無下可擊 我覺得艾套托利斯在今場的部署 是做得很成功的 你可以有少許挑剔的 你看看李奇 雖然他得分都挺好 印象了18分 在隊中好像是排第二 是 多的 但是你看他在場上 特別第一節 是真的很急 不知為何 很想入球 我記得是 開球第一球三分OK的 就是他作為一個射手 試一下手感 試一下水溫好 正常的 但是他不進入的時候 仍然要繼續射 都不 還有第一節 有班尼斯 在內線打了好好的 九分 我去單節 他都沒有繼續用 用這些優勢 相對就多了自己想做的機會 他的得分 我印象中是集中在第三節 但其實他有時候 索色選擇 我自己都覺得 是可以再斟酌一下 反而 陳肇榮 還有另外一個 銳錡 都OK 銳錡 他起碼 應該傳的球 他會傳 應該射的球 他會射 又不有一回事 但是在場上 大局來看 相對是合理一些 所以 李奇 我自己 去了東方 都是兩季 和邵榮 叫做兩個都是 在永倫過去 我自己覺得 邵榮的表現 真的比他沉穩一點 特別是 邵榮今季 多了分擔 紅球的責任 上季你看他 季後賽是 潘朝做紅波刀 特別關鍵時刻 就是季後賽 最關鍵的那些位 是潘朝擁大波上場 但今季 今季 邵榮可以擔當了這個責任 但李奇 有時有得出 有時無得出 出的時候又很急 他的狀態都是時好時壞 我同意你説 邵榮 即是 開始的級數出來 開始見到實力的水平出來 看看下星期二百點鐘的終極決戰是怎樣 我自己個人希望永倫贏 我希望決賽是永倫對南華 我不是特別支持永倫 只不過我希望他們的決賽是這個戲碼 永倫稍為可以最近藍華 我比較私心 想東方贏 然後藍華好一點 不過怎樣也好 希望大家可以入場看看下星期二百點鐘 永倫對東方的 Game 3 終極決戰 今集時間是這麽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